前段时间啊 因为做了几期关于提示比特币投资风险方面的视频 就有一位币圈的朋友就跟我说 说你成天说比特币如何如何之合 风险有多大 实际上呢 只要不做合约 不加杠杆 比特币这样的加密货币的风险还是可控的 他说我呢 把比特币的风险好像过于放大了 然后呢 他还举了一个例子 就说这个全球最大的投行之一的高盛 在前不久前就发表了一篇 长达40多页的加密货币的特别报告 报告的标题就是 加密货币是新的资产类别吗 那么在这份报告当中 高盛呢 把比特币跟股票 地产债券 以及大同商品这样一些投资 金融产品放在一起 做了一个建模 弄了一个平衡型资产类别的投资组合 非常详细的比较了包括加密货币在内的各种金融产品 最近多段时期的走势 它们的波动性 以及交易数据等等吧 而且呢 得出了一个结论 就说啊 如果说把比特币放在这些金融投资 资产类别当中 是非常有可能提高整体的投资组合收益的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啊 比特币跟那些投资品种没什么关联性 或者说呢 关联性是比较低的 就说这个比特币的走势啊 是相对独立的 是受到其他金融产品的影响相对比较小 不像其他金融产品 不管是股票 房产 债券 或者说大宗商品 这个这些金融产品 彼此之间呢 都有太多的联动效应 相互影响 而且高盛的全球资产负责人 马修·麦克德默特 还公开表示过 说比特币呢 应该作为一种投资类型的资产类别 实际上朋友举高盛这样一个例子 高盛是力挺比特币的 说这个 你看高盛 他可不是这个特斯拉的马斯克啊 那马斯克这个人 说的好听 他是一个冒险家 说的不好听 那就是一个赌徒嘛 一辈子都是在赌 不管是搞特斯拉 还是空间站 像太空进军 这个每走一步啊 这个人每走一步 好像都是走在钢丝上 但是高盛不一样啊 高盛 那可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投资银行咯 说的没错 马斯克这个人 他的这个行为呢 确确实实咱们没有办法 用常人的思维去哼良 币圈里面就流行一句话 不管操作 多出色 输赢全看马斯克 所以马斯克个人的影响力 是可见一斑的 马斯克跟加密货币市场 走得呢 是非常的近 这段时间 整个加密货币市场 波动如此之大 比特币在四五月份的时候 刷新了历史高位 超过了六万美金 随后呢 就出现了暴跌 价格呢 是一度凋载 现在呢 还在三万两千美元附近 徘徊 而且下跌的趋势 到现在还没有止速 这个当然呢 跟各个国家 对加密货币监管加强 这个有这方面的因素 但是呢 跟马斯克 这一位币圈的带头大哥 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因为马斯克 他现在是在二月份 以特斯拉的名义 买了十五亿美元的比特币 还表示呢 可以用比特币 购买特斯拉汽车 但是呢 到了五月份 他就立刻宣布 宠止比特币 购买特斯拉汽车交易 而且呢 他暗示 已经抛售了比特币 就引发了这一次 币圈的地震 马斯克呢 还不遗余力的 为狗狗币站台 直接就把狗狗币 拉向了神台 那么但是呢 在做节目 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又表示 又公开表示呢 这是一场骗局 把狗狗币呢 从云端又扔向了地狱 留下了一大批 伤痕累累的韭菜 所以马斯克 这个人 他选择的投资方向 确确实实 他是不适合 这大多数的 这种普通人 但是呢 咱们看高盛 这样一个 全球著名的投行 那为什么 他也会力挺比特币呢 其实啊 也非常简单 那投行是干什么的吗 投行 赖以生存的商业模式 不就是源于交易吗 只要是产生交易的 资产类别 那都会给高盛 带来商业利益 你不管是股票债券 或者说大宗商品 或者说黄金外汇 比特币 哪怕就算是郁金香 那只要有波动性 那高盛就不可能拒绝 而且呢 往往波动性越大的品种 高盛这样的投行 反而会越欢迎 所谓屁股决定老太 所以呢 高盛力挺 加密货币呢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 高盛呢 也警告过 加密货币 这种资产类别的风险 因为加密货币的波动性啊 比其他任何一类资产类别多大 所以呢 高盛是非常直接的讲过 加密货币 其实并不是一种 避险资产 所以呢 潜到是三番五次 提示 比特币 风险 那是针对 普通投资来讲 那么这个世界上呢 我想绝大多数的普通人 是不适合 这样的一种 投资工具的 尤其 我看有很多人 把比特币 当成是黄金一样的 避险工具 那就更是大处的做 有的投资者呢 经常把这个 黄金和比特币 去做比较 有一些人认为 黄金是有价值 存储功能的 而比特币呢 是黄金的潜在竞争者 而实际上呢 黄金的价格走势 会密切跟踪 实际债券的收益率 当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时候 黄金呢 是可以部分抵消 债券的资本损失的 而一旦通货膨胀 失控 或者通货紧缩的情况之下 黄金还具有 部分抵消 库存损失的 保护作用 所以比特币 这样的加密货币 怎么会有 这样一些功能 加密货币 跟黄金 我想唯一的共同点 无非就是 一样有价格波动 就这么一点 共同点而已 其实大家想一想 如果说比特币 它是一般的 避险工具的话 那么巴菲特 为什么不会把 这样的标的 加进自己的 资产组合当中去 甚至巴菲特的老大道 投资界的泰斗 查理芒格 在最近的股东大会上 再一次明确的 抨击了比特币 查理芒格 对比特币的评价是什么 是令人作误 说比特币 是和文明和利益 是背道相识的 所以查理芒格 对比特币 可以说是 极度的厌恶 因为无论是巴菲特 或者说查理芒格 他们将近一个世纪的 投资风格 都是专注于进行 长期价值投资 而比特币 这样一种投机性 非常强的资产 当然跟价值投资的理念 是相违背的 自然也就会得到 查理芒格的 眼里批评 我们看到 不管是马斯克 或者是高森 包括查理芒格 对比特币 这样一些加密货币资产的态度 那都是大相径庭的 所以加密货币本身 就是这样的 充满了争议 但是呢 不管咱们自己 是如何看待加密货币的 也不管它有多大的争议 不可否认的是呢 加密货币呢 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规模 接近万亿市场的体量 那么作为咱们 普通投资人来讲 咱们到底应该 如何去看待 加密货币这种资产呢 我想咱们可以看一下 全球最大的资产 管理公司之一的 先锋集团 对加密货币的态度 先锋集团呢 它全名叫做 先锋领航集团 是1974年 由约翰 鲍格尔 来创立的 那么现在呢 是世界上第二大 基金管理公司 先锋集团呢 在全世界管理的 3700多亿美元的资产 为全世界 1000多万投资者 提供投资管理服务 因为最近啊 全球有很多公司 都在探讨啊 是不是要推出 加密货币的ETF 这种产品啊 包括美国 证券交易委员会 前段时间就宣布 无限期暂停 加密货币 ETF的申请 所以针对 这样一个问题呢 先锋集团 澳洲 个人投资平台的主管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就表示 他认为啊 加密货币 风险是过高 不适合加入到 任何正式的 投资组合管理当中 他认为呢 加密货币 不具备产生 收入先进流的特点 认为加密货币的特点呢 顶多就像是一种 另类的工艺品而已 所以表示呢 在先锋集团的 投资管理平台上 他不会推出 加密货币的交易 所以先锋集团 为什么会啊 这么谨慎的 来看待加密货币 那就是因为 他是一家 全球最大的 资产管理公司 他是拿的 投资人的钱 去进行 全球综合化 资产配置 所以这个公司 他在选择 产品标对的时候 首先要考虑的 肯定就是 抗风险收益啊 否则的话 一旦投资那些 风险过大的产品 万一把 投资人的钱给亏了 那公司 这么多年 累积的信誉 那肯定就会 荡然无存了 所以呢 先锋集团这样的 资产管理公司 肯定要把风险 放在第一位 这是他本身的定位 所决定的 由此呢 咱们就可以看到 不管 加密货币 他的未来前景 究竟是怎么样 有可能 他会退出 历史的舞台 也有可能呢 会被全世界 所接受 甚至 可能会像有一些 有深刻 比特币信仰的人 认为的那样 有可能会取代 法定货币 但是作为咱们 普通投资而言 现在 实际上 加密货币 它就是一种 波动性非常强 风险 非常的高 而盘子 又极度的小 会被很多的庄家 联合起来 操纵 割韭菜的 这么一个 金融工具 所以不管是 马斯克 查理 芒格 或者说 高盛集团 先锋集团 或者其他的什么 机构啊 个人 他们对 加密货币资产的 态度 不管他是 力挺也好 还是抨击也罢了 这个是取决于 他们自身的 利益和背景 作为咱们 普通投资而已 咱们在 选择 投资标的的时候 那就必须要考虑 咱们自身的 利益背景 以及我们自己的 风险承受能力 要对这方面 做一个深刻的思考 到底什么是 真正 适合我们自己的 那么 什么又是 我们真正 所追求的 我想呢 天上 一定不可能是 掉线灵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 这里聊